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他低水过8点 等会和我们分析下最新的市况发展 如果股票嫌难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名我们 电话者92133819 或者可以在屋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等会Raby回答大家的提问 现在先看看外围市况 美国经济数据放缓 美场债息回升 美股价期休市一日之后 星期四国别发展 NVIDIA破顶之后倒跌 标指纳指创新高之后回吐 道指仍然做好 道指美市最多升近400点 收市升299点 报39134点 标指早段首次升穿5500关 但受累于芯片股回落转跌 标指跌了0.25% 报5473点 纳指跌0.79% 报17721点 欧洲股市做好 法国总统马克隆领导的政党 民调支持率略为回升 法国股市反弹超过1% 英伦银行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但暗示官员开始倾向减息 英镑偏远跌大约0.5% 美汇指数靠稳 金价和油价做好 看招点美股 NVIDIA再升3.8% 收市转跌3.5% 市值回落到屈居于美元 微远未跌0.1% 苹果跌大约2% Tesla跌1.8% Amazon升1.8% Google和Meta都靠稳 但以DEL和超微电脑 分别曾经抽高8%和一成 收市转跌不够1% 看中概股和ADR表现 阿玛百度比港股跌2.5% 至宣布86.65% 阿里巴巴和美团跌超过1% 阿里至宣布72.54% 腾讯和网易比香港收市低0.8% 腾讯至宣布384.56% 京东跌0.4% 北风控股ADR比起本港收市 升1%至宣布69.15% 友邦跌0.8% 港交所跌大约1% 今早到外围市房 道指期货是偏远 39,549.26% 纳指期货是轻轻靠稳 升6.2038.00 阿泰区股市 阿泰区股市方面是各别发展的 其中日本股市稍微好一点 升幅不算多 日经平均指数38,654.21% 而南韩股市跌了1% 澳纽股市也要偏远 澳洲市跌了2点 新西兰市跌了19点 看看恒指黑期的情况 预示整间港股错断 有机会都要继续回一回 黑期就跌90几点 先和Raffi聊聊外围的市况 美股之前一直都强 放完价回来 本身昨晚都可以 那些大股继续都在冲 但后来NVIDIA都开始没力 芯片股回落 整体来说 标指和纳指都创过新高 之后回吐回 反而是之前一直落后的道指上回来 你自己怎么看 暂时美股都在分化的情况 还是否提防强股NVIDIA 有些开始有少少没力呢 当然啦 我想昨晚就比较特别 本来NVIDIA都冲高破顶 曾经都初锻炼了美股 其实三日指数都是向上的 但就像大家所说 看到NVIDIA最终就开始 到一些冰尺滩下来之后 的确令到近期很强的标指和纳指 是有个可能会远的情况 反观就看到道指反而还继续成绩 整体来说 我想暂时就要再往 未必说这么快一下 昨晚一回这一棍 或者是竟然顶下来 就觉得NVIDIA是有个可能调整 或者再下跌 甚至会拖累整个股市 因为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计 就是昨晚虽然提到 可能个月股这样冲高回落 未必是特别好 但起码的钱还是在美股上 没有特别退走 如果你说退走的话 可能道指都要回 但是道指反而是借着这一下 或者追回过去一些落后的洗头 你可以说好一点 就是有点轮动 那些钱还留在美股身上 所以我觉得未那么快判断 或者未那么快确认 是市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调整压力 但当然都同意 其实过去都说过了 那些钱其实不断的都在一边 譬如你过去整个美股 整体都说强 但是其实离去都是炒了两三只 或者那一只 所以那些钱是挺聚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说好像昨晚那样 当钱一退一点 或者是个月股份这样回 其实对这个市场的确有些左右 所以这个我想就是 例如来短线 可能看着这几天 就会再回 还是可能回到一晚 又再回上去 这个都很取决 就是很影响到日后 整个美股的去向线 这个第一点 而来当然我想昨晚 就是为什么 你说纳资那些回D 另一个因素 其实都是借着债息 就是美债息方面 是走高一点 那么这个很传统地 令到就是 那些科技类 增长的股份 就回了一点 那么因为昨晚 其实你见到 那个美债息 无论长远债 可能是十年期债息 好或者两年债息 都好 或者特别对 如果你说息口敏感 就是两年期债息 其实两者都是走高的 那么这个都无疑 对于那些科技类增长股 有些影响 那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说昨晚 就是那个债息这么走 是不是等于大家 又对于减息 过月期的降温 或者是觉得 没什么机会去减 那暂时又不是的 因为其实你见到 昨晚那些的经济数据 其实无论说 是首次修订失业的责任数 生活动工等等 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比预期低的 那所以其实又 就是当然 不可以说 就是当然是很差 但是比预期低的事情 就是意味着有那个 条件或者空间的减息 其实就是变相整体 没什么太大改变 但是你可以说是 借着债息 无端端是夹高了 那就令到就是 那个股市 可能反复了 所以我想暂时 未来两样东西 因为你刚才说到 可能个月大股 NVIDIA 究竟今晚 或者下星期初 是否再冲上去 还是会调整 这个好影响着市 而来的债息 如果你说 即将来无端端继续继续抽高 那会会慢慢搞到 大家对于 减息的月期是降温 然后股市 又再调深一点 这些都是要留意地方 但是我想 暂时对于美股 都说的是强的 就是从走势 从趋势上看 因为短期还是仍在试顶 而且今年也不知道 多少十次标指破了厅 也数不到这么多次 三十多四十次 所以我觉得 没有必要突然间一棍 就觉得有个下跌先 但是当然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其实都说到的 什么时候都说 就是如果这些位置 才想入场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一定是要小心 因为真的升了很多 还有那个水平 就是你计估值的一样 虽然现在大家觉得 标志都不算贵 NVIDIA都不算贵 但是 是不是已经算便宜 那绝对不是 所以我觉得 就 因为这些位置 先入场的 就唯有是 可能看紧一点 或者是分开一点去买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 都说了NVIDIA 虽然可能 大部分有玩美股的人 可能都有手上有少少 可能追不赢就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现在有货的话 都是否继续持住 不用怕 那如果说 想拼搏的话 是不是都要等它再回一回 就是先好加仓或者入呢 当然NVIDIA 就应该绝大部分 或者玩美股的人 都应该有的 甚至乎可能都有银 但是怎么说 你说如果有的时间 现在怎么去部署呢 当然一来 其实都很直接 要看什么位置银 就是如果你说 说真的 你很低位置银 一路坐上来 那当然没问题了 就是昨天才回了 一个人 其实都不是回很多 就是说一句 你从8、4元 倒下来回了几元 其实又不是一个很夸张很差的情况 但是当然了 如果你说真的不幸 可能昨晚 叫做类似摸顶才买下去的 甚至乎是过去这几天 可能大约到1、3、5楼上 才买下去的 这些可能会是要害怕一点 因为波动性就会大一点 就是突然一晚 这个见顶之后回落 所以我觉得 都要看看就是在什么位置银 但是我觉得 如果大约来说 譬如短期来看 向下1、2、6 这些位置 没有明显跌穿的话 我觉得其实整个世界 又没有太大改变 而且其实始终买NVIDIA 又或者大家不断推高NVIDIA 其实都不只是说那个走势 或者是技术面 真的很明显买AI的看法 你说看法很信念 不管如何也好 或者它的基本因素 真的业绩 或者未来的几年的增长 其实大家是计算的 所以刚才也说了一句 为什么大家觉得到了8、3、4元 都还觉得NVIDIA估值不是贵 因为你计算的预期PE 其实都是三十多四十倍 其实真的不是鬼是这么高增长的话 所以如果还有这个概念 有这个概念 我觉得又不会特别偏 所以暂时看着1、2、6 这些位置附近 如果短期是近期追了下去 这些位置做一些可能短期的减膀 甚至乎如果真的不是买了太多 而你是预计了大约再加的 那才在下面这些位置再加 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令人认识 我会有什么快应该 不国家人的态度 那些不曾是在哪里 有什么快应该 那是不过 那是不过 那是不过